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9月29号星期二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 一的节目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许家印搞定战略投资者 恒大躲过死线 还有一条新闻是新浪美国退市 其实今天的新闻蛮多的,我尽量的能够多点的容纳,就看时间好吗 那么先说恒大,恒大上个星期发生了一个事件,什么事件呢?就是 上星期四,那么市场上流传 恒大写给广东省政府的一封信 请求广东省政府支持他们完成这个对这个 深圳深深房的这个资产重组 恒大是希望什么呢?恒大是希望能够和深深房进行资产重组 然后拿他恒大集团下面的恒大地产,就他的核心业务 通过和这个深深房的资产重组 在国内A股上市 他们原来的计划是这个 而且他通过这个和深深房的这个资产重组 对这个2017年 2017年就 找了一批战略投资者,包括中信,包括这个 包括苏宁等一批,1300亿,融资1300亿 那当时的这个融资条件是什么? 当时的融资条件是2021年 完成资产重组,然后就上市 是在2021年上市 当时的 其实这就是一个对赌协议,就是我们完成这个上市 然后你这1300亿跟着我一起上市 能够 把这个百分之三十几,应该是36.5% 36.5%的股权就上市了 大家就可以套现了 这是一个承诺来的 那么 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当时这封信讲的是,由于这个上市 资产重组的进展缓慢 他就没有办法实现 上市,没有办法完成这个上市呢,这1300亿 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了债务,这是当时的对赌协议 然后还要还掉 他们的利息 连本带息都要还掉去 这封信就在市场流传 他就希望能够 能够广东省政府能够出面,帮着能够推进这件事情 否则的话 恒大地产 资金链会断裂 恒大地产资金链断裂会导致恒大集团资金链断裂 恒大集团有8000多亿,8300多亿的 债务,那么会造成一系列的社会影响 这封信出来以后呢,市场震动很大 市场震动非常大 这个星期呢,结果就是恒大的股票 叫股债双杀,股票股价暴跌,然后就是 债券也是暴跌 那么就出现了一系列的变化 那么一系列的变化到了今天 恒大集团发布公告 说他今天和这个持有恒大地产 总值1300亿人民币的战略投资者,已经进行了协商 那么今天签了多少呢 今天与 恒大地产总值863亿的战略投资者 签订一个补充协议 就是 不回购了 就是继续持有 其实他叫一个回购协议,不执行回购协议,也就是说 这836亿的战略投资者,863亿的战略投资者 仍然是战略投资者,他们继续持有 恒大地产的 股权 不变 持股比例不变 就搞定了 搞定了这个一大半 然后另外呢 和持有 115亿 人民币的战略投资者,商谈已经完毕 正在办理相关手续 剩下的282亿 就是等于差不多搞定了1000亿了 正在商谈中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 恒大地产 不用在2021年1月31号以前 履行1300亿 投资回购的这个义务 就等于他已经补充协议 就是以这个投资回购义务就终止 然后那个还发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很多人 这有谁呢?有那个 有许家印,许家印,还有苏宁的老板张靖东 郑微国际,郑微国际很厉害啊,郑微国际的董事长,这个王文盈 广田控股,叶远希,安信信托 邵明安 这个家喻集团的董事长田家喻 总共这些战略投资者全部出席这个签字仪式 这张照片发出来 然后大概就是这样啊,那么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中信啊,山东 山东高速啊等等 等等 那么大概就是一件这样的事,这个事情呢,说明什么呢? 这还没完 恒大地产 连夜 发三个例好 第一个例好 恒大汽车 准备在科创板上市 这第1个,第2个 恒大物业 分拆申请已经批准 正式上市申请,短期之内会成交 然后他还报告,报告什么呢?报告他恒大集团的 这个经营状况还不错,说截止2020年9月24号 累计实现销售人民币是5049亿 同比增长11.4% 销售回款是4521亿 同比增长51% 到6月30号 恒大集团的现金有2046亿 9月3号开始,全国推出 这个楼盘大 大优惠,计划在9月10月两个月 累计实现 人民币销售 2000亿,那么目前全国在建866个项目 正常开工 那么什么说呢,就是 公司这个3月份的这个债务负债已经下降了534亿 融资成本下跌2.24% 提前归还了9月25号以后 到期的借款435亿 各项负债率明显下降 就是公布3个例好 3个例好 然后 在强导众人推呀 这个众人食材火焰高啊,中国的谚语就是 正反两面都行,然后众人食材火焰高 摩根大通 德银 李扬 这个银河连昌 华太 新展 这几家大行,大的证券公司 出来 表态说这个 看好恒大 德银说这个 土地储备不错,这个恒大土地储备不错 执行能力很强,能够完成8000亿的内控销售目标 李扬说这个恒大已经制定了三年降负债的计划 那么物业和汽车分拆上市 可以降低他的资产负债率,现在可以抄底 摩根大通,就是说这个谣言反应过度 等等,新展又说这个 这个空头回补,股价大幅反弹 银河连昌,说这个预计这个负债率大幅下降到100%以下 等等 然后这是 券商全部跑出来唱好 然后呢,还有 好消息会不断的来,好友出手 有个叫中域集团 中域集团的老板是谁呢 是刘鸾雄,刘鸾雄就是大家知道香港的那个狙击手 刘鸾雄,郑玉彤和张松桥 这个老板叫中益集团 中益集团是一个放债公司,一年收入大概有1500万美元 他发一个公告说什么呢,说在公开市场 购买了1364亿美元的这个 恒大的票据 票据就是借 借据,就是发行的这个债券 那么中域集团说这个恒大票据利率 高于这个定期,所以值得投资 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是谁 泛海国际抄底 2亿3000万 恒大的 债券也是债券 就是2000,就将近3000万美元 前面是1500万 这边是3000万,买这个恒大的这个债券 说明什么,说明 这个看好恒大,觉得这个债券不会雷暴,没问题 大家你看这个眼花缭乱 这个 债券,然后就是 分拆上市 然后又搞定了这个 搞定了这个战略投资者 那我们回顾一下 我们现在可以看两点 第一点,从现在的结果来看 恒大的封信 肯定不是要挟领导 肯定是 捅破,捅上天 第一,肯定不是要挟领导 要挟领导不会有这个后果 这第1个,第2个 从目前,从现在的结果来看 恒大的策略是唯位救赵 就是 那封信写的是什么 那封信写的是 领导帮我搞定那个重组上市 资产重组的问题 领导一看,重组问题搞不定 为什么 那是我们另外一级领导的 利益,那怎么办 那可是我这边搞不定这个战略投资者要 要这个回购啊,我这个2021年1月份要回购啊,那领导说那行,那搞不定这个的话,我帮你搞定这个吧 那领导可能就 帮他搞定这个战略投资者 战略投资者肯定有一部分是 不愿意的 那么不知道你后果后面是什么 难他一下呗 所以 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故事,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具体到里面去看 但是肯定一点 那封信出来,就是给 给广东省政府的份报告出来 的效果是正面的 就说 恒大 肯定是得到了政府的背书 这1300亿的这个战略投资者,才会愿意肯坐下来 这个签一个补充协议 这是第1条,但是你看到没有 中信没出来 中信没出来 中信应该 应该是那个200多亿还没搞定的,中信为什么没搞定 中信肯定是最难搞定的 中信肯定是最难搞定的,那股央企,哪那么容易搞定 对不对 他也是一级政府啊 所以 这个 这封信 的结果就是 有关的领导出来给恒大背书 恒大就搞定了战略投资者 搞定了战略投资者 他就过了这个关了 他这个 就这个回购协议应该就终止了,应该是一件这样的事情 那么这是第1点,第2点 所以你再回过头来看,那封信不是 广东话叫 这个意思 这个信是告诉领导,那后果很严重,一定要帮我,大概是这个方向 好吧,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 恒大算是过了一关了 恒大每年都要过一关 今年跟这个赌,明年跟那个赌 反正 反正恒大这个对赌协议,反正差不多每年都搞一趟 恒大是 是常客 这是一个 恒大这件事情应该差不多就落幕了 落幕了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新浪退市 新浪这也是个大事 那么 新浪9月28号 发表声明,准备退出纳斯达克 那么和谁呢,有一个叫New Wave的控股集团 收购新浪所有的股票 那么股价是 股价是定在43.3亿,也就是说 New Wave实际上是谁呢,New Wave是他的 他的董事长,曹国伟 控制的一家公司 那么实际上是 曹国伟 出来 对这个新浪实行私有化 私有化之后就退市 那么他希望是明年退出美国股市,没有解释原因 如果是按照这个25.9亿美元,之前 之前他曾经提过私有化的要约 之前提出私有化的要约的股价是41块钱 去年,今年6月份,今年6月份曹国伟提出41块钱的要约 那当时没有下稳,那么现在提出来 这个退市,退市就接受这个 43块3的这个要约,收购私有化的要约 但是私有化的要约,其实理论上还是要 要经过这个 这个证监会的批准 证监会的批准才能够实现 所以但是毫无疑问,他是希望能够在明年的 他说的是明年一季度完成私有化 一季度完成私有化,然后退市 这是一个 那么大家知道中美关系紧张,中美关系紧张开始就出现了 中概股的问题,中概股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就是会计制度的问题,那么中国的会计制度有一个规定 就是中国以这个国家安全的为理由 要求所有的会计凭证不可以离开中国,其实不是不可以离开中国 是不可以离开这家公司 只能放在这家公司 而且 他不允许 他不允许美国的审计部门 到就是 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会计委员会 就是专门监管 上市公司的这个财务的一个机构 去审核他们的会计凭证 他本来说,你说我不可以把这个会计凭证拿 离开中国,这个没关系,他说那我可以不可以到现场来看 他说你也不可以到现场来看 你只能委托 我们证监会 帮你看 看完之后,我再告诉你结果是怎样 但是中间你要向我提出申请 实际上 这个结果是什么,这个结果就没有办法,就是 美国的证监会和这个上市公司的 会计监管机构,没有办法对中国的上市公司进行 会计审核 快计审计 所以只能看中间的这个叫什么 会计事务所的审计报告,只能看审计报告,不能看底稿 只能看审计报告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中国的上市公司大量的会计造假 这是一系列的问题 这就是中概股到目前为止一直存在的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方面 在中美关系没有交恶的时候,这个问题是被掩盖,被谁掩盖,被华尔街掩盖 华尔街的这个几大会计公司,四大嘛 中间扮演了非常不光彩的角色 那么这个不光彩的角色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这个四大帮助中国的上市公司会计造假 这个 这个 这件事情就是华尔街的 华尔街的丑闻 那 在中间有一大堆的钱在中间 那么在中美关系还不错的时代 这件事情也就过去了 过去了一直就是这样,有争议有问题 时不长都被拿出来讲一下 但是没有真正的执行 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 美国证监会 跟这个 会计监管机构不干了 不干现在的美国财政部就决定,什么意思呢 到明年年底之前 所有的中概股 必须达到 和其他的上市公司同等的会计要求 会计监管要求 如果做不到就退市 就是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两次,如果你两次都没办法达到他的会计监管标准的话 那就退市,就是到明年年底 那明年年底其实就是个大限 所有中概股,中概股有多少个中概股,中国应该是 按照美国国会的数据应该是150家,按照这个国内的数据是280家 那么中间还有差距在哪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 差100多家那么多 但是就总之就200多家吧,有200多家中概股 那么他们就面临这个 选择,选择到底怎么办 那么有三家公司做出了示范 第一家公司是谁,中芯国际,刚刚出问题的中芯国际,中芯国际很 很敏感 他退市 他同时在香港上市跟在这个美国上市 他宣布退市,去年就宣布退市 从美国退市,他只在香港上市 这是一个,然后呢就是原来是在美国上市的阿里巴巴 然后呢他就跑到香港去第二上市 这是第2类选择,第1类选择是在两地上市的 取消在美国上市,只在香港上市 那原来只在美国上市的阿里巴巴,现在跑到香港去第2上市 现在是什么 现在在美国上市的新浪 私有化,我在美国退市 这是三个模式 大概就是这样,大概就是这样 毫无疑问 我相信今年到明年 这期间 会有大量的中概股要面临一个选择 面临什么选择 面临他到底该怎么办 其中最敏感的是谁 最敏感的就是中字头 中石油,中石化这些,这是中字头的 央企 其实这些央企都在美国上市 在美国上市的这些央企怎么办 他们的动向我认为是最最重要的,最具有指向性的 现在他们应该是在做准备 在做准备决定该怎么干 这是一件事 还有一个新闻 还有个什么新闻 美国、日本、印度 澳大利亚、澳洲外长下个星期要开会 开什么会 开四方安全对话 如果一讲安全对话 这里面有 日本跟中国有 这个 领海冲突 印度跟中国有领土冲突,那么现在还在冲突发生当中 日本的冲突每天都在发生 然后就是美 美日印澳 澳洲就不用说了,澳洲是这个五眼联盟,非常坚定,跟中国的冲突也很激烈 中美之间的对抗非常的激烈,所以 这四个国家往中间一坐,在讨论安全问题 很敏感吧,非常敏感 他们叫四方安全对话,叫 Q.U.A.D 他这是去年建立的 Q.U.A.D Q.U.A.D 首相以后,第1次 在美国开这个部长级的国际会议 然后美国的外长 外相 就是茂木敏 茂木敏冲,他出来表示,他说 他和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澳洲外长佩恩,印度外长苏杰生 10月6号在东京开会会讨论 讨论什么呢,讨论新冠疫情 和地区局势等各大问题 然后他就讲,他说自由开放亚太愿景越来越重要 因此 要确认加深合作 大家知道这个菅义伟上 上任,出任首相之后,第1个打的电话是谁 习近平 可见 日本 很清楚的知道 他面对的是谁,面对的是中国 所以 这次会议呢 中国肯定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那么这里面有两个背景,第1个背景就是美国 美国副国务卿 叫 清彼根 富国务卿彼根 他之前说过一句话 他说什么呢 他说印太地区缺乏 好像北约一样强有力的多边机构 那么希望 能够正式化 防范来自中国的潜在的挑战 那么实际上那么什么呢,这个quote呢 会被称为是未来的这个亚洲小北约 那么这个问题 会不会成为一个趋势 我认为他会成为一个趋势 他会成为一个非常 而且他不仅仅会在四个国家,会慢慢的扩大 会慢慢的扩大,这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 组织,这个组织我觉得会对中国有非常大的影响 好吧 好,我今天我们就今天讲的三个 三个主题,总结一下,第1个恒大 恒大得到政府的背书,那么许家印终于过关 这第1个 第2个就是新浪,新浪退市 新浪退市,我相信 中概股,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 那么现在也面临一个大规模的 这个去留问题 这是第2个,第3个就是 美日 澳 印 四国,四国安全对话机构,那么下周要开会 中国将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 主题 好吧 OK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那么我在这里提醒一下,那么 节目结束之后 如果大家觉得本期节目有 精彩之处,请在留言中标注 那我方便我们简洁 好吗 好,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 四个 情况,问题,观点 情绪,好吗 好,我们今天看看大家今天有什么高见 那么 有网友就在这个 提出一些想法,就是说我们这个星期开始 我们星期天我就休息了,我开始安排休息 就是 美国东部时间的周日 我们原本是有直播一,那么我们本周开始 就暂停,就是我就开始休星期天,我希望能够 能够保持一个更旺盛的精神状态,身体状态,能够迎接我们新的挑战 所以就安排了一个这样的安排,我回头会 会正式的出一个公告,跟大家打招呼 先跟大家下个毛毛雨 好吧 好,鸣谢一下 984Degrees,谢谢 Hello sir,buy you a cup of Indian tea,谢谢 迪安娜,谢谢 很久没赶上直播,今天来问号王老师,你的节目我每集都看,非常感谢 谢谢你迪安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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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老师喝咖啡,谢谢 最新消息 恒大物业集团有限公司向港交所提交上市申请 政权时报30分钟前OK 观点 反正总有韭菜接盘,屡试不爽,韭菜门的记忆只有5秒钟,比鱼都短 你在说什么,韭菜是什么意思,这跟恒大有关系吗 恒大的韭菜 我不明白 你能再讲一次吗 韭菜接盘是什么 恒大 韭菜接盘 不理解,你能再解释一下吗 好吗 提问,恒大这么一闹 请问有没有可能成为压垮大陆经济beginning of the end 他已经过关了 已经过关了,已经操作完毕了 提问,恒大这次操作是否会 是中共介入恒大集团的一个机会,加快公司合营的一个借口 中国大陆要,中共要介入某一家公司根本不需要借口,根本不需要机会 他什么时候想动,什么时候就动 不需要,以他的权利来说,这个问题 说趁着恒大有这样的 我不觉得 政府部门在这个时候不会介入恒大 为什么 因为他也不知道恒大能不能撑下去啊,这个时候介入,万一没撑下去,他一介入的时候 砸他手里怎么办 那个领导他要承担责任的,所以我不觉得这个时候 你知道做官有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两个特点 第1个 抢功劳 这是第1个特点,就抢功劳,把政绩全部抢到自己身上来 我才能升官 所以做官,第1要抢功劳 第2要躲责任 这头抢到功劳来,这头有什么问题赶紧闪 只有这两种能力 才能够在官场上混下去 所以通常一看着有问题 这是官权闪 不会往里扎,这个时候往里扎 这不是不符合官场的规则 提问与问题 提问与情况 替墙内在政府工作的小白提问 坐标深圳各个港口吞土量 集装乡都大幅反弹 包括上海宁波也都创出单月历史新高 还有各大航运公司都有 都有单独加开美国线,大量出口直接从大陆去美国或者美西 美东或美西 我觉得大陆生产力还是很强劲 尤其是民生基础产品 现在产业链的 产业链的确在转移,但是国外很多 最基础的生活用品还是依赖大陆 请问王老师如何看木建的情况 政府工作的小白吗 你怎么知道通土量 你拿到数据是吗 我星期天出去吃饭 第一次 我已经在 在餐厅吃饭了 我出去看了一下市面的情况 除了戴口罩 基本上都恢复了 所以这就是你为什么你这个港口吞吐量在大幅反弹的原因就是 美国在reopen 重启,美国在重启 就是恢复,就是你可以看 商场上的人也蛮多的 但是没有原来多,我觉得大概有个,我看到的 是有局限的,我看到大概有个六七成吧 大概恢复六七成 餐厅还是没有在开,就是没有 已经可以在堂食,可以在现场吃 但是还是有距离 大家还是有,就不是满座,大概我看也就是个六七成 是个这样的情况,所以 美国在恢复,所以中国的这个出口开始在反弹 这是一个,产业链很强劲 产业链一直就很强劲,中国是世界工厂,这是没有疑问的,我一直认为中国的产业链是很强劲 但是有很多产业链已经转移出去了,这也是没有疑问 所以你看到有产业链强劲的产业链在那里是真实的 但与此同时也有很多产业链移出去,这也是真实的 我在美国买到的生活用品 有中国的,也有不是中国的 那么 依赖嘛,也有依赖,也没那么依赖,所以这件事情 都没有那么绝对 转变不是一天发生的 转变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这个瘦死骆驼比马大,中国还是个世界工厂,这个没有疑问 好吗 王老师,我非常赞同您说的,中共所谓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等于把资源放在一个事情上 但忽略了名声,我与朋友聊到这个话题时 发现自己没有想到一些代表性的例子,请您举个例子 可以吗 当然可以呀 中国集中力量干什么 过去20年到30年 中国集中力量干一件事情 基础建设 基础建设干什么 修路,修桥,修地铁,修机场 修各种各样的高速公路 投入大量的 修电厂,修这个 码头 等等,这基础设施在大量的投入,每年是数万亿的资金投到这里面去 但是有一件事情没有好好的做 就是他没有 没有修学校 没有盖医院 没有盖足够多的医院 所以中国的医疗资源 中国的医疗资源 中国的社会保障资源 他的钱没有放到哪里去,没有放到我们的社保里面去 所以社保的窟窿非常的大 很多 跟民生有关的投入都非常的欠缺 所以中国人的这种福利保障 社会保障非常的欠缺 所以这就是集中力量办那个大事 但是大量的该办的事情都没办 举一个例子,还再举一个教育的例子 我都说过 中国的高中升学率不到50% 这是非常低的,就是中国大量的 中国大概有一半以上 北上广深 这种 中心城市 高中的升学率都不超过50% 那你可见他盖的高中有多么少 他为什么不盖那么多高中 他就是让那些 淘汰掉一半的 中学生 让他们去读技校 让他们去当工人 就是这样 所以你看中国的高中资源是不够的 还有就是医院也是一样,医院你可以看 医院一方面他就是优质的医疗资源非常少 他投入到优质的医疗资源 医院很多 但是好的医院很少 所以好的医院就爆满 没那么好的医院,差的医院 就没有人去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 这个情况大概就是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意思就是中共想办的事情 他就把所有的钱放到那里面去 那么其他的东西跟屁民有关系的事情呢,他就不办 拖着不办,几十年下来都不办 不办的后果是什么 你就看到大量的 大量的后遗症就在 就在发生 观点,恒大终于可以进入香港股市了,恒大这个8000多亿 看样子就是让股市投资者买单 错,恒大早就在香港上市了 恒大集团在,已经在香港上市好多年 这是第1,第2 我们在讲的恒大地产 是恒大集团下面的子公司 他想 回A股 所以他看中了深深房 深深房是深圳的 老股票了 老的上市公司了 深深房,他想 让深深房 买他的恒大地产 然后 买他恒大地产的同时呢 恒大集团就去买 这个深深房 的股权 其实是一个股权的 叫对账 那么恒大集团就变成深深房的控股股东 恒大现在的控股股东 是深圳投资 深圳投资 深圳投资 深圳投资是国企 恒深深房也是国企 他想用这个方式把恒大地产 装到 深深房里面去 在A股上市 补充刚才 割韭菜说的是股票市场 金融机构政府带节奏吹各种风,然后股民打鸡血进去市场 然后资本捞钱走人,最后 韭菜没一地鸡毛 每次都忘了上一次 上上一次的情景 同样的手段收割他们的钱,所以他们总是记不住 如果是你讲的是股票的话,那就是香港韭菜 不是国内韭菜,因为恒大 恒大股票是在香港上市,恒大集团是在香港上市 观点 因为邓的改革开放就像战国时的赵国 改革40年只改经济体制,不改政治体制,中央集权的规律 欲民 欲民则强,欲长则弱 欲婚则亡 的典范 到处惹事 到头来必沦为胡服其社,隐恨长平 OK 这个很有 很有文采 观点,近十几年强国崛起,美国起了很大的帮凶作用 其中一个原因是华尔街和华盛顿沼泽,态度肮脏勾当 说美国没看清中共本质不完全对 相反,他们看得很清楚,只不过很多张手在里面 趁机摸鱼罢了 美国有这么黑吗 那美国的媒体都瞎了吗 我不大同意这样的观点 大家知道 美国有无数的媒体 美国新闻自由 媒体自由,言论自由 如果这件事情 华尔街也好,华盛顿也好,跟中共 坑屑一气 狼狈为奸,干尽了这个肮脏的勾当 我不相信美国的媒体会看不到 会报道不出来 所以我不觉得是这么回事 我觉得 美国政治黑暗 我认为是任何地方,任何一个 任何一个实体,任何一个组织,它都有它的黑暗的地方,这个没有疑问 如果没有黑暗的地方,哪来的光明呢 这是一定的 但是 但是如果你说美国的问题,美国的媒体 都没有报道,没有发现 那这个美国是怎么成为世界超强的呢 所以我不觉得 我不同意的观点,美国人在 在 帮凶,美国当然在中美关系的进程当中 美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持力量 包括美国同意中国加入世贸 包括美国同意恢复跟中国的来往接触政策 大家到六四事件之后 老布什的这个接触政策,是中国重返国际政治舞台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 条件 当然你现在可以讲,那个时候美国的政策是错误的 因为你看到现在的结果 但是你不能够说,你看到这个结果,所以前面的人都是别有用心的,这是不正确的 为什么 因为那是美国总统啊 那不是别的国家的总统 不是中国的总统,是美国的总统 他从他当时的 政治条件,历史条件下做出的历史的选 历史的判断 他有他的局限,这没有疑问,我们不能够以成败论英雄 这不公平 任何一个历史进程 任何一个历史进程,你当然回过头来可以批评当时做这个 做这个决策的人是错误还是正确 但是你能确保你在那个位置上,你能做比他更高明的决策吗?我觉得未必 我也不觉得我能够做比他更高明的决策 所以我们不能够对历史求全责备,我们只能分析那个时候做了一个这样的决定 会有这样的后果 但是你不能说有这样的后果,他就别有用心,我觉得我不赞成这个说法 所以说美国的华尔街 我现在讲 我现在讲 华尔街是中共的朋友 华尔街是中共的这个 同路人 我讲的是现在 就是 现在中美之间对抗这么激烈,华尔街还在做这个事情,我认为是不对的 但你说 华尔街在中美之间,中美两国政府没有发生这种级别冲突之前 华尔街要预先知道中共是 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要怎么样怎么样,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也不应该这样要求他 但是现在华尔街应该看得很清楚,中美之间发生什么 然后华尔街仍然在做这件事情 我现在我认为 我有权利或者是我有资格 去这样评判华尔街 所以 我们必须 在现有的条件下 以现有的状态来评价现在的人 你翻过出来去指责他 我认为不公平 好吗 观点,没有监管没有审计还可以上市,除了华尔街,美国政府也有责任 投资者也可以起诉获得赔偿 这里面是有一个协议的,中美监管协议 中国证监会跟美国证监会是有个协议,这个协议是什么呢,这个协议就是 美国 就是中国的企业到美国上市 他首先符合中国的这个监管条件 其实美国证监机构是把一部分监管的责任 交给了中国证监会通过一个这样的这个备忘录的形式来实现 当然最后发现是没办法实现 这里面不是 它是一个进程 对 我们认为 现在来看,这个背光录,这个双方签的这个协议 没有达到 保护美国投资者的 效果 但是其实当时有没有做这样的安排 就是 做一个保护美国投资者的安排是有的 只不过当时的那个安排,现在回过头来看 它是没有保护道 那谁知道呢 你不做这么行 所以 这里面就是有一些 妥协,这些妥协现在来看是不明智的 历史都是这样发生的 历史都是这样发生 提问,华尔街帮助中共是为了利益,但中共破产了对华尔街也是个重大打击 华尔街是否在和美国政府进行一个对赌 我不知道你这个对赌怎么个赌法 中国破产了对华尔街打击,然后跟美国政府对赌 你这个 你这个告诉我一下,你的逻辑是什么 提问 为什么恒大有这么强的势力,可以拿到政府和这么多券商的背书 华尔街的不要脸,我们已经知道了 能够评价一下香港商界吗 他们和CCP的关系 香港商界什么情况 恒大没有那么大的势力,恒大的势力就是他已经得到政府的背书 政府一背书其他人都搞定 所以 至于说他怎么得到这个背书 那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肯定有一点 就是跟那个报告肯定有关系 跟这个报告一定有关系 那当然 许家印在中国做这么多年生意,生意做得这么大 他在政府里面没有一点关系,他肯定混不到今天 但是他有没有混到那么,大家也不要把这个中国的商人跟政府的关系 想得那么牢靠,因为跟政府的关系其实是跟政府官员的关系,大家知道 在中国一个商人 他要建立跟政府的关系,其实他就是跟政府官员的关系 但是其实这里面风险是很大,你不知道这个政府官员什么时候会下台 他会不会一不小心给出了状况 所以这里面也是有很大的风险 所以也不是那么牢靠的,所以经常这个商人必须 两头买单,就是这头也买,那头也买,到处都要买 到处都要拜佛 这是他们生存之道 但是你要是拜的不好呢,你拜了这头又去拜那头,两个又不对付你又有问题 所以这其实是 不是那么容易,我们看到的 我们能够在媒体上见到的这些商人 都是已经 过了关,过了那座桥的人 就是还有很多 在桥上面就掉到深渊上摔死的,就很多了,那就已经很多,你就看不到的了 所以见到的都是成功者 见到的都是跟政府,跟政府官员搞定了的 就包括你 许家印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他至于他们中间背后有哪些人脉关系 他不会告诉你 也不会告诉我 但是肯定是有人脉关系,他才能够走到今天 情况,内蒙古通辽地区静幕,草原工作队已经开始抢牛了,之前是追着羊到处跑 因为牛个头大,不容易抓,现在开始抢牛了 他们是觉得这个国家太安定了 就经常干些这样的事情 情况,杭州西湖区负债1500亿 杭州江干区区保街道基层公务员拖欠 欠薪两个多月 西湖区签1500亿,差不多吧,现在区政府都是 都是千亿级别的 北上广深这种一线城市 基本上去街道都是千亿级别的 二线城市大概都得百亿级别 就是这样的级别,所以我一直讲 我一直讲 讲什么呢,讲那个 西方投资者冲到中国的国债市场上去 这是有巨大风险 为什么 因为大家看买中国国债,只看中央政府的债务的情况,他没有看地方政府的债务 因为他觉得中央政府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是地方政府,其实是不对的 中国的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是一体的 所以地方债务中央政府 能不管吗 他开始是可以不管 他开始就是你还不出问题我就不管 真出问题的时候他就抓着省政府去管 就是属地责任,责任主体,就是压实责任主体 这是习近平的 话 习近平治国就两条 第1个是抓人 抓人头 习近平的管理模式就是两条,一头是抓人头 就是 必须用我的人 只用我认识的人,我知道的人,我信任的人 其他的我不用 这是第1头 另外一头 抓责任 就是 这件事情是你的事,好,我只追你 就压实这个属地责任 习近平的风就是这两 两招 所以 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 区政府出了问题 市政府有责任,市政府出了问题就省政府有责任 但问题是省政府出了问题 中央政府就跑不掉了 所以当问题跑到省政府这个级别的时候 这问题已经不可收拾了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 其实虽然这个问题在县政府,在区政府 但其实 中央政府都跑不掉 所以这一块其实是我认为 是一块大雷 大雷 提问王老师你好,刚才在国内的亲人说,四川省安全保障条例 提议藏粮渔民,鼓励餐饮企业 食堂和居民家庭平时根据需要 储存一定数量的口粮 请问王老师是否说明国内缺粮已经很严重了 如果缺粮很严重的话,他还要大家去储粮,那不是更严重吗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这两个没有因果关系 如果他缺粮的话 他会告诉大家,我们粮食充足 大家不需要存粮 因为如果他缺粮 大家都存粮的话,粮缺口不是更大吗 所以这个应该没有因果关系 情况,苹果家八个代工工厂迁移到印度 根据印度报道,苹果从中国迁移了6条生产线 将会为印度带来6万个工作岗位,世界各国产业链已经正在 转移已经正在发声,是的 王老师你好,我刚刚看到央视新闻报道的 主题是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习近平主持讲话 提倡 用考古成果和历史研究成果,不断的增强民族凝聚力 民族自豪感 为续写中华文明 新的辉煌做出更大贡献,我看这个话怎么 怎么这么清凉呢 老师您可否帮忙分析一下,这是不是他要倒车回大跃进时代 这就是我们讲的 脱钩 脱钩的 脱钩的后果是什么 脱钩的后果,从经济的角度来讲就是两条 第1条 就是内循环 第2条就是反改革,反改革就是计划经济往回盗 这是经济层面 政治层面 就是文化历史意识形态,所有的都和世界文明脱钩 脱钩 我那天讲是中国将会成为一个孤独者 有人说这个 将会成为现代世界文明的弃儿,我觉得说得非常 比我说的要准确,而且 准确 所以我觉得说得很对,我用这个话来告诉你 这就是脱钩,脱钩的后果 就是中国将会成为 现代世界文明的弃儿 习近平的这番讲话 印证了 这个判断 观点 我认为大家喜欢用个人 不要用个人,就说我就好 个人是什么 中国人喜欢讲个人 我个人认为 为什么 这就是个语境 中共的语境,这就是文革中共的语境 突然一讲话 我要么代表组织 我要么代表个人 没有人代表我 其实我希望大家还是养成这个习惯 就说我 我认为 就是我言则自负,文则自负 我觉得中国的高中要一分为二看,究竟高中学到什么?作为一个读过高中的人,我说基本上没有用,不仅没有用 而且通过每日超长的学习 严重被洗脑,严重损害身心 这个问题 第1个 中国的高,你认为中国高中没有学到东西 没有东西,没有知识,是糟粕 和我刚才讲 中国没有让足够 给中国的初中生 提供 足够多的高中学位 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这两个不同的问题 所以 不是一分为二的问题 这个不存在一分为二,这就一十一二十二 第一个 中国应该提供足够多的 高中的学位 给初中生,让他选择升学 而不是被迫去 停止他的高中学习 因为如果他不读高中,他就没办法读大学 这是剥夺了他读大学的机会 这对人生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改变 这是一个不公 或者这叫歧视 这个歧视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政府对 对基础教育的投入不足 基础教育投入不足才会有这样的局面 这是第1个问题 第2个问题,你说高中没有学到什么 那是另外一个议题 就是高中应该学什么 如果你觉得高中应该学什么 是个问题,我们另外再谈 好不好 提问,王老师你好,中美脱钩对中国高校与哪些深远的影响 王老师有空帮我们深入分析吗 我们今天肯定来不及了 中美脱钩对中国的教育影响非常大 我刚才讲 脱钩这件事情其实会产生一系列的影响 但是首先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首先反映在这个里面 就说 你看哈,中共脱钩 为中共让这个环境更加闭塞创造的条件 本来中国就建立一个墙 把中国人 围在一个意识形态的这个 监牢里,牢房里 就说 他不让 跟意识形态有关的信息进入这个墙内 也就是说 他在思想上 在意识形态上 要对中国人进行洗脑 那么脱钩这件事情是强化了这件事情 脱钩会强化这个行为 那么强化这个行为 你想一下 教育是什么 教育首先是意识形态 如果在意识形态强化洗脑的功能,那你说对高校有什么影响 对高校是致命的打击 僵尸 为什么 因为中国本身不产生知识 中国的知识都是输入型的 中国本身没有什么知识,为什么 为什么他不产生知识 你看一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被洗脑形成什么样了 中国打击异端 打击所有的异端,所有领域的所有的异端 那怎么会产生知识呢,知识就是异端 新的知识的产生 全部都是异端 他只要打击异端,他就不会产生新的知识 不产生新的知识,你的教育是怎么来的 那不就是炒线饭 几十年都炒线饭 这个教育会是什么,就死水一坛 那会是什么 对吗 所以 这个我们不展开讲,我们下次找个机会来讲吧,好不好 情绪当学生不相信自己所学的专业,比如金融专业的学生面对中国经济盲目自信 对于一系列改革倒退,自我欺骗,不愿意去挖掘真相 所学的专业只作为争取工作的工具,而不能作为开拓自己事业 探寻真相 那学校只是一个划分等级的工具,而不是一个教书育人的地方 个人和社会都会很难进步,感到失落 提问,王老师觉得在接下来十年,在国外的留学生回国就业 还是大趋势吗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反正现在 在现在,在当下 中国的留学生回国就业 前景 凄凉 两个字,凄凉 大概也 最好的岗位可能去街道 去街道办吧,你说呢 请问美国的媒体,例如CNN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并不能充分专业 客观的处理社会政治新闻 例如被民主党控制的很多大牌媒体 请问王先生作为多年的专业的新闻工作者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我不同意你的意见 任何媒体都有政治倾向,这没错 但是他仍然是专业的 媒体 所以我不觉得他没有充分和专业的客观处理 社会政治新闻 当然在很多政治议题当中,有些媒体表现出来的不专业 会的 会有的 就像很多新闻媒体都会出错新闻是一样的,新闻出错也是一样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媒体不专业 不客观 不是的 这是 这基本上是 我认为这是一个不公平,如果美国的 新闻媒体 不能够客观专业的 反映美国的社会情况 政治现实的话 美国现在不会有今天的强大 大家要记住这一点 三权分立 美国媒体是第四权 这第四权很重要,为什么 媒体的最核心的功能 当然我们一方面,大家经常看到的是什么,看到是他发现问题 他找出问题来 但其实不完全是这样 发现问题只是第1步 真正 对这个社会有价值有作用的是什么 是纠正 如果没有媒体 这个社会就没有纠错能力 为什么中国很多问题没办法得到解决 因为媒体被阉割掉了 只有在媒体的监督之下 这个问题才会被纠正 这个社会才有纠错功能 这个社会有纠错功能的社会才会进步 与时俱进,讲的是什么 讲的就这个 这是一个 社会的组织的机能 所以美国媒体被称为第四权 他不是浪的虚名 他绝对不是浪的虚名 所以我们经常有很多 很多网友人云亦云就批评这个媒体,批评那个媒体 对媒体应该被批评,就像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是一样的 就说我们也要批判这个武器 也要去批判这个媒体 也要去监督这个媒体,这没错 媒体实际上互相也是在监督的 就说 武器他们互相之间也是进行批判的 所以 我坚决不同意,说美国的媒体 政治上 不客观不专业 我完全不同意,美国最强大的,其实全世界最强大的媒体 就在美国 你好好地去看下CNN 他绝对不是一个不客观不公正的媒体 观点 因为国内不能说我,我作为独立的个体会被基体的 人人都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你说我就是异类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要说我,不要说个人 就说我 观点,我在留学行业待了几年,感觉美国高中毕业生 比国内大学生的能力强太多了 我觉得父母需要引导孩子多去图书馆 多去根据自己的兴趣去探索,在大陆自学比老师 老师教强多了,不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家教啥的 中国有教师素质合格的教师太少 其实中国的教育的问题核心是什么 中国的教育的核心的问题是 还是老师 老师 用心的老师太少 专业我们且不说,用心的老师太少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教育是一个 教育,我们经常讲 有两个行业跟道德有关系 第一个行业就是教育 另外一个行业是 医疗 医者父母心,所以 这两个行业是需要道德 在西方国家,这两个行业是需要爱心的 就是你要有爱 你才能在这个行业里面待着 那么 中国是一个没有爱的国家 那你 这个行业会有爱吗?我看不到 那你在 你在那些 西方国家的老师 虽然很多时候你觉得那个 不一定是真是那样 但是 他真的喜欢小孩子 真的是不一样,那小孩子真的 那想上学 那真的是想去见老师,那每天就是这个假期都觉得不高兴 完全不一样 有爱跟没爱 那结果是不同的 观点,在大陆我发现不论是K12还是去国外留学 觉得特别好的,都是自学能力特别强 课后辅导,也就是由学生主导 自己主导,老师只是 随时拿来用的工具,跟工具书没什么差别 不对 你看错了 老师很重要 老师,学生当然很重要,主体自己很重要 但是一个好的老师把这个学生主体调动能力调动起来 鼓励他建立他的 正确的观念,正确的习惯,正确的兴趣 更重要 兴趣是更好的老师 但是老师才能维持你的兴趣 如果那个老师是破坏你的兴趣的话,你想想结果是什么 观点 教育应该培养发散思维能力,但中国的教育为了统治阶级的维持 喊口号没意思了 观点 八九六四之后,美国马上跟中国建交,他们当时的心里想什么 做些功课吧 不要提这种问题好不好 我们还是 我们要提出观点性的问题 就说我们可以做一些判断的问题 但是像这种问题,我认为你们要自己做功课 好吗 观点,媒体不具有天然的公正性 这是个需要被验证的 美国媒体强大没错,可是这个不断推出 媒体 可是不能 推断出媒体的公正 美国现在的CNN在处理美国国内新闻 就是没有公正性,过分偏袒某方 公正性 公正性没有一个人跑出来 做评判 或者是没有一个人有资格跑出来评判 谁有公正性 我们靠什么来评判,一个媒体或者是一个什么具有公正性 靠什么,靠市场 一个媒体如果不具有公正性的媒体的话,他会被市场 淘汰掉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前提 一个媒体如果他不具有公正性,他基本上 活不了 活不了几年 情绪 王老师听别的自媒体 我热血沸腾,感觉CCP马上就要灭亡了,听您的有点沮丧 您说的都是现实,现实太残酷 希望你继续坚持 为什么会沮丧 我还是觉得应该抱以希望 为什么 如果中共 一格子就死 那为什么那么多人受到那么大规模的迫害,我举一个例子 在新疆有上百万人被关到集中营去 你想一下,把上百万人关到集中营去,他得有多大的力量才行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大家想一下,中共没那么虚弱 中共是很强大的 尽管他很强大 但是他仍然很邪恶 所以我们要反抗,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 但不是一件很容易上街买菜的事 如果你真的要跟他对抗 你做好事想准备,我这个节目就是告诉你 中共仍然非常强大,但是他很邪恶 我们要联合起来 每天做一点 你说呢 这就是我的想法 情况,我朋友是小学老师,还在韩国留学,每次我回国问我墙外的事情 有意思的是,我说了他 说了他就认为我被洗脑了,这样的老师能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 OK 鸣谢 王老师很早就应该周末休息,别学 华为996 我不是学他 我不愿意休息,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因为之前我们一直在做 其实原来是一天一打 后来因为时区的原因,我们变成一天两打 那么当时因为我一个人在美国 所以无所谓,反正每天也没什么事 慢慢的 恢复正常 我就觉得我还是需要休息 保持 我用网友说的话,我们要走很长的路 所以我还是要休息 是这个考虑 孙瑞萍,谢谢 ABC123,谢谢 RL,谢谢 周雨婷,谢谢 姥姥王,谢谢 喜欢王先生播报重要新闻,以及周六预先点题下周的重要事件 每天跟节目,我不需要看其他自媒体了 谢谢你 谢谢 郭鸿裕,谢谢 郭鸿裕,谢谢 张田 张田祥凡,谢谢 姥姥王,谢谢 王老师回答CNN说得很好,不愧为正向 正派的媒体人 谢谢大家 今天节目到这里,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